宗旨悲劇 要求真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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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宗旨悲劇 現在我們請殉職弟兄 林一陽的弟弟 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加油 加油 消防局提供了調查資料 都沒有提到雲汽車分水的事 我只是想知道 那天為什麼會爆燃 為什麼我哥就這樣走 舉體為什麼不願意讓我們參與調查 每一次我去拜訪你那弟兄的爸爸媽媽 他們總是不斷地跟我說 希望他們的小孩 是最後一個殉職的消防員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句話 我們已經聽過多少次了 聽過多少次了 來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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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去十年 我們台灣 殉職的消防員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香港 過去九十年的總和 每次檢查報告出來 永遠都說 大火瞬息萬變 消防員訓練不足 不然就說意外 這樣是對嗎 不對 這樣是對嗎 不對 不對 各位 這是我們三位殉職弟兄 也是他們口中所謂的意外 對嗎 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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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遠接討我們基層 說我們基層有問題 廠商有問題 但指揮系統 永遠沒問題 將此要如何避免 下一次的悲劇發生 這根本是制度殺人 我們在這裡 要求真相 終止悲劇 好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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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